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工位建设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白色塔架目前已经进入到设备安装阶段 近日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工位 已基本完成前期土建工程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预计2023年6月主体塔架勤务塔将完成搭建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勤务塔一层已经调装完毕 那个一号必来塔一层也安装完成 二层正在进行试拼 那么我们计划是在2023年的6月份完工 这个勤务塔的话主要是为了我们的火箭和卫星 在我们现场的一个组装的一个作业平台 把我们工人在上面操作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调试 记者在施工现场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 工程车辆穿梭往来 大型履带吊车再进行钢构建吊装作业 工人们各司其职 现场井然有序 我身后的塔架就是由这些钢结构组建 像搭积木一样一件一件的组装上去 整个塔架完成后共82米 共有11层 格力新介绍 整个勤务塔塔架由1000多个钢构建组成 目前正在进行第一层安装施工 安装工作形成经验后将加快速度 预计每10天可搭建完成一层 安装工程看上去简单 实则施工要求十分精细复杂 在我们的安装过程中的话 我们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们的水平和我们的垂直度 这个都是要满足一个规范的一个要求 那个垂直度 我们每一层的话 要求是不超过正负3毫米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是中国首个开工建设的商业航天发射场 项目于2022年7月6日开工 计划在2023年底 完成发射场技术区 发射区硬件设施建设 实现2024年6月30日首发 项目预算总投资40多亿元人民币 规划建设用地2000多亩 项目建成后 主要承揽国内外火箭发射业务 提供火箭发射服务 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商用火箭发射能力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郭强在受访时表示 未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建成后 还将面向公众开放一系列的配套旅游服务 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商业航天发射场 它提供的旅游服务是非常广泛的 包括我们在我们的火箭制造过程中的工业旅游 就是我们火箭的转场 这个方面也能够提供观光服务 同时我们以后火箭的发射 也能够提供向我们的公众 提供近距离的 当然是安全距离之内的 我们的这个服务